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小书曾经在我办公桌上摆了一年多 2017年的某个下午 我刚结束了一天的实验 依旧没什么进展 于是我就拿起刘鼎的文章哗啦哗啦漫无目的地翻着 刘鼎和他的小伙伴们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 他们先让小鼠闻一种气味 过一会儿再让他们闻一种气味 如果前后两种气味不一样 小鼠就能得到奖励 他就可以舔水喝 如果前后气味一致 就舔不到水喝 小鼠之所以能够判断前后两个气味是不是一样 是因为他们在闻到第一个味的这时候 就会对后面的味道产生了一个预期 并且能将这个预期一直维持在脑子里 预期最终还是要和现实感觉相结合 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所以脑子里的预期和感觉究竟是在哪里结合的呢 是感觉皮层 还是运动皮层 还是前额叶 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参考刘鼎的工作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 细节就不赘述了 总之就是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实验 让小鼠做 有多复杂呢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从卡尼基美农大学过来找我玩 聊到课题 我就说 你不如来试试扮演我的老鼠 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看能不能学会做这个任务 我们不给提示是因为训练老鼠的时候 咱也没法跟老鼠语言交流嘛 所以在这个装置上 我的同学可以用三根手指头 模拟老鼠的前爪后爪和舌头进行互动 结果我这位高中物理年纪第一的同学玩了半个小时 愣是没玩名门 那小鼠学的怎么样呢 这是老鼠版的训练装置 我几乎每天把老鼠放上去训练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仅有一只老鼠 达到了70%以上的正确率 不过好歹也算是有一只学会的 那就看看脑子里神经元的反应呗 我用双光子盖成像 记录了肢体初级体感和运动区的神经元 在小鼠做任务的过程中 他们这个神经元的活动 我当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感觉信息的处理 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个和预期相关的信号和感觉信号 能在初级体感皮层发生整合 但结果就是想什么不来什么 初级体感区似乎只有感觉信号 别说整合 就连流鼎实验中单纯的预期信号都没有发现 那我又回到了2017年的那个下午 手里拿着流鼎的文章 哗啦哗啦的翻着 心里想 自己已经博士三年级了 半年时间训了一只老鼠 什么有意思信号都没看到 前路渺茫何去何从 我该怎么办呢 嘿 我忽然一拍大腿 有了 招本科生 于是我便有了自己科研生涯中的第一位学生 也是一直到现在的好朋友 一开始他只是有空来帮我训老鼠或者给老鼠做手术 直到有一天 他说想申请一个面向本科生的项目 竞争还有点小激烈 我说想要身上只是帮我课题扩大产能肯定不行 所以就问他有没有兴趣自己做个小课题 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 一切一切的转折点就从这里悄悄的开始了 经常训练小鼠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小鼠是种既冲动又懒惰的生物 绝对的机会主义者 能花七分力气做到的事 绝不花八分 做任务的时候 小鼠需要伸舌头舔面前的一个管子 获得喝饮料的奖励 我们既不希望他胡舔乱舔 又不能让他们偷懒或者放弃 平衡这个矛盾的小技巧之一 就是控制水管和嘴的距离 比如老鼠开始胡舔乱舔了 我们就把管子拉远一点 让小鼠够得费力一些 他偷懒了就放近一点 让他们随便伸舌头就能够得到 比如有时候我们忽然把管子拉远 小鼠因为不知道 所以就舔空了 这说明小鼠对水管的距离是有预期的 而且他们会根据碰出的感觉调整预期 改变向前舔的距离 好巧不巧 那时候学校论文讨论会讨论的这么一篇文章 文章发现出击感觉皮层对这类适应性的运动调节起到重要作用 这篇文章来自哈佛大学的那五七的实验室 对 就是刘鼎同学后来所在的实验室 冥冥之中了 属于是 总之我把这篇文章发给那本科生 说咱们开发一个舌头运动如何受目标远近而调整的实验吧 然后你把结果用来申请项目一定能成 我们把系统搭了起来 用两只小鼠试了试分析了测量到的行为数据 嗯 这结果好像是那么回事 但又说不好就是那么回事 那不管怎么样 本科生的项目我记得好像是成功升到了 不过我的工作重心一直还是之前那个前途渺茫的课题 直到我被这样一篇文章深深的吸引 这是一篇我的课题说实话八个安子打不着的文章 而且是计算于理论方面的 他研究海马的位置细胞和内袖皮层的网格细胞 如何具高效又灵活的编码空间位置关系 我们知道位置细胞的发现者John O'Keefe 以及网格细胞的发现者Moser夫妇 被授予了2014年诺贝尔胜理学医学奖 这里顺带说一句啊 Alwar Moser在B站有自己的账号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围观 那么我们看这里啊 这个视频拍到的是一个大鼠 顺着一个弯弦的轨道向前爬行 不同颜色的点点就代表位置细胞的放电活动 当大鼠爬到这里 红色的神经元开始放电 当大鼠爬到比如说这里 淡蓝色的神经元开始放电 这些神经元编满了大鼠每时每刻的空间位置 我们可以把空间中的一个个位置抽象的看成一个个点 或者叫做状态 用字母S表示 大鼠每每一个所处的位置就对应一种状态 那么往左拱一步 就由现在的状态变成左边的这个状态 往右拱一步就变成右边的这个状态 如果我们把状态和状态之间的变化推广到其他领域 是不是可以认为小提琴演奏者的每一个手型 也是一个个抽象空间中的状态 我们说话时的每一个原音和辅音也是一个个状态 状态和状态之间通过动作联系起来 于是我想就像小鼠在现实的空间中跑来跑去 能不能设计一个实验让他们在动作的空间中变换状态 最终它成了我们这篇文章的第一副图 以及文章附件中的第一支视频 之前本科生的实验课题中 前后移动的管子变成了在七个位置之间左右移动 这个行为最关键的一个设计是 小鼠并不是在跟随管子的移动做动作 而是在主动的一步步的触发管子的位移 这就好比小鼠跑来跑去 是跑这个动作带来他身体位置的移动 而不是地面的移动迫使小鼠跑 这个设计啊出奇的符合小鼠的直觉 他们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学会 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两个动作序列 和之前的半年虚一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此时此刻 我和我的导师Daniel Connor 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 到底该不该放弃 已经进行了快两年的课题 然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新的实验上 大家要理解 那个时候还是2017年末 我们不知道这样一个类似整活的实验 到底有多少实际的科学价值 我们也不清楚开发了这个行为之后 下一步要做什么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代入啊 我打一个话操屡不操的比方 这像多年婚姻不幸福 然后偶遇了一个让你心动的姑娘 问你要跟谁 我的导师当然就劝我说 要不这样 反正你和你现在的课题还没孩子 不如先全心全意和你新认识的姑娘交往三个月 说不定你会发现他真就是那个对的人呢 不适的话再回来 损失三个月也不是不能接受 总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说行吧 三个月的时间 对于我们这种实验周期来说很短很短 我们发表文章里的叙述是 啊我们仔细的测量舌头运动 设计完善对照实验 然后用光遗传技术系统性的进行了筛选 然后再根据这些结果 有地方式的对相关脑区进行电生理记录 其实在最初的三个月时间里哪过得上这些啊 当时想法很简单 就是先清除不得不清除的技术障碍 然后找到有意思的神经细胞活动 三个月内看到希望 我们再回来把坑填上 那万一填不上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希望传到桥头自然值了 那这幅图展示了我们记录过的一些脑区 你会看到 虽然我们主要的发现都是在ALM M1烫照 S1烫照这三个地方 但别的很多脑区也出现在这里 另外还有没有标出来的皮层下核团 比如球脑VA VLP 文状体 苍白河小脑下球等等 嗯 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撒网啊 让我有幸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可能少数亲手亲眼看到了脑子各种区域神经院放电模式的人之一 嗯 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些信号代表什么 但我们的经验告诉自己 这里面是有东西的 总之呢 就是看到了希望 但是仅仅描述行为和神经活动 只能让我们建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而不是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还是想搞清楚哪些脑区在什么时候会参与运动序列的控制 好 那就像这个视频里展示的 如果我们往小鼠的颅骨上涂一点强力胶 颅骨就会像被填平的磨砂玻璃一样变透明 透过这个透明的颅骨呢 我们可以用光遗传的方法定点抑制不同的脑区 就像这个样子 这是来自Karls for Boulder最初的一个技术 而我们发现抑制初级感觉皮层的蛇恶代表区 小鼠的运动能力完全没受影响 该伸舌头伸舌头 该往旁边探往旁边探 但是呢已经完全没有了章法 只有等到抑制结束的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这不禁让人想起Johansson等人的实验 这位这个视频中这位女士的手指表面抹了麻药 阻断了触觉 但手指的肌肉完全不受影响 她的眼睛也看得见 尽管如此 这位暂时失去触觉的被视呢 却很难完成平时看似简单的 点火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序列 我们认为类似的机制 应该也发生在了我们的小鼠身上 当我们抑制其他脑区的时候 比如说不同的运动区 我们还观察了观察到了其他非常有意思 甚至匪夷所思的现象 在此就不一一展示了 欢迎大家去下载文章附件里的视频 除了寻找相关脑区 我仍希望把自己之前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预测和感知偏差 融入运动序列中 于是我开始训练小鼠完成所谓的回撤序列 小鼠从一端开始填起 一 二 再向前 三 再向前 四 再向前 没有向前 这个管子回撤了 老鼠填空之后立刻发现了 并且在后面的位置找回了这个管子 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序列 刚才是一个放慢的视频 那么这里再把元素的视频放下 让大家体会一下 在真实的世界中 老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在完成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过程 也就在这么一两秒的时间内 那么我们再来看神经元对序列信息的编码 首先我们发现不同脑区的神经元集群 编码序列变量的程度是不同的 而且呢 对于初级皮层来说 比如说S1 TJ M1TJ 分别是初级 初级感觉皮层的时刻代表区 和初级运动皮层的时刻代表区 它们更倾向于编码 实时的 实时的运动 比如说当前舌头的长度 然后舌头 伸长的速度 以及舌头偏转的角度 但是当我们看到更高级一些的脑区来说 比如说ALM 它不太编码实时的舌头长度与速度 但是会编码一些抽象的信息 比如说我当前这个序列到底是哪个方向 以及我现在完成了这个序列的进度是多少 而当ALM去编码角度的时候 它也不是编码实时的舌头的角度 而是这个老鼠想舔的那个目标的位置在哪里 是一个目标的角度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个 那么就对于一些观众里的专家们来说 就是我们发现运动序列变量 是神经人承载的主要信息 那这个视频中所表示的 就是一边是解码得到的状态轨迹 另一方面 另一边是PCA得到的状态轨迹 那么这两个状态轨迹我们发现 其实是个线性读取的关系 时间来到了2019年的9月份 这时候离课题开始还不到两年 我们已经完成了文章的初稿 并放到了运本网站BioArchive上 初稿经过各方朋友的一轮建议和修改 我们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 向自然杂志投出了稿件 两个月后 就在我们收到审稿人意见的同时 新冠开始在美国指数性的爆发 我的学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也开始在中文互联网上慢慢出名 首先文章没有悲剧 我们是非常的开心 但是点开邮件 映入眼帘的是三位神稿人 洋洋洒洒 共4500次55条评审意见 这个长度比最终发表的正文全文 还要多1500个字 如果各位对中文字数更直观 更有一个直观感受的话 4500个英文单词大概都应 7500到8000个汉字 三位神稿人分别扮演的角色 也属于经典剧本了 一位非常负面 一位非常正面 一位要看你接下来表现如何 前几天射手翻推特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个问卷 问卷标题 问怎么才能解决同行评审的问题呢 前面说我想问问各位 各位网友 你们多久遇到一次那种科学逻辑混乱 或者完全主观的评审意见 20%选从没 24%选职业生涯中很少见 64%选经常 差不多见怪不怪了 10%选几乎每次都有 所以我猜 我们遇到的这某一位神稿人 听众里的过来人 应该多多少少都经历过 这样的评审意见 诈一读会让人血压飙升 但也正是因为 推特中描述的这些个特征 这类问题有时候反倒很好回答 编辑也容易站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各位如果遇到这样的神稿人 一定切记切记不要上头 只要装孙子装到底 不和神稿人隔空兑现升级战争 一切就会平安无事 给我们带来带引号的 麻烦的反而是后面这两位 意见更积极的神稿人 首先他们都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我想各位听众 听到现在也大概都发现了 那就是我们的文章充满了有趣的小发现 但缺乏一个核心线索 两位神稿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着重聊一聊最后面这位神稿人 他写的意见最少 却字字珠奇 没有他的指点 我们的文章可以说会在地上整整一个档次 之前我们提到脑子会产生主观的预期 同时也会接受客观的感觉感受和预期不相符就会产生预期偏差 这个偏差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及学习外部世界的变化 这是我们设计这个回撤序列的初衷 小鼠们也争气 行为上完美的实现了我们的设计目的 但一来回撤序列数据分析上的 数据分析的难度稍大 二来我们觉得文章里零零散散 塞的内容已经太多了 不想再往里塞了 结果就虎头蛇尾了 这位审考人说 你看你们的行为也有了 也记录了这么多的脑区 数据都在这 为什么就不分析一下呢 审考人的鼓励就像是催化剂 唤醒了我们的主观能通性 让我们做了一直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图里展示的是 就是我们对四个脑区进行了解码 分别是alm和初级感觉皮层 初级运动皮层m1汤罩 初级感觉皮层s1汤罩和一个对照组脑区 我们解码的是什么呢 我们解码的是这个序列的变更是否发生 并且我们这个特定的分析排除了具体动作的干扰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里的变化 并不是因为具体动作的变化而引起的 我们发现原来是运动皮层的神经元编码抽象的 这个序列变更信号 而感觉皮层则不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是我一开始 在想跟随刘鼎的工作继续往下做的时候 一直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有了出现的端倪 虽然呢我们回答了这个序列灵活变更的问题 但还是没有彻底改变这个文章薄弱的主线 所以这位审稿人表示 其实你的文章是有主线的 这个主线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说的灵活的序列变化 另一方面是要证明脑子里的确有脱离具体动作 其组织信号的抽象信号 只是你目前的实验有局限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不如做这么个实验吧 那么这里呢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我们现在有两个数字序列 一个是1234321234 一个是4321234321 假如说我们现在同时念到了4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念 那接下来是该念321234 还是念321 还是念321234 321从头到念到尾 所以大家发现了 产生4这个字的信息 本身并不足以指导我们完成这个序列 那换句话说 我们的脑子需要同时保存另外两种信息 第一种信息是我们正在执行的是哪一条 是红色的这条 还是蓝色的这条 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序列里已经进展了多远了 是已经进展到快接近尾部的这个位置呢 还是我们才刚刚开始 这两个信息和这些具体的动作一起决定了 这个序列是否能够正确的组织 我们在实验中训练老鼠做了类似的序列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视频 他们从一边 12345 43212345 一共五个位置互为对称关系 那么对于这两个序列 就是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例子 我们可以找到动作完全相同的部分 动作完全重合的部分 那么即便动作完全重合 我们在AOM脑区 发现神经元的编码是不同的 并且从这些不同的神经元的编码中 我们可以解码出序列的特征 也就是说到底是第一条序列还是第二条序列 以及序列的进度 或是在开始还是接近尾程 最后呢 这位犀利的神稿人还说 你们画画水平不行 示意图看不出来是个啥 于是呢我来到万能的B站 来到了直播的绘画区 找到了一位名为 名叫尤尼的画师 然后 故他为我们重新绘制了图一中的所有的示意图 是不是非常的动人呢 那么后来这位画师也创造了 创作了我现在大家看到的虚拟形象 I have no further comments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第三位神稿人看到我们改好的文章 如是说 所以一个科研故事有很多讲法 如果把它写成学术文章 那就成了这篇 大脑以情景灵活处理感觉运动序列的过程 但是我们都知道文章里的故事 是经过逻辑重组的事实 就好比产品的说明书和配料表 它能够清晰的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 但不一定会告诉我们 一款产品从无到有的开发过程 在座的观众大多应该和我 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同行 有些可能是刚刚步入科研的学生 有些可能只是纯路人 所以我这次尝试从发现者的角度 顺着时间的脉络 从想法到动手 从发现到发表 一步步的讲述这个历程 不跳过成功也不跳过失败 其实真的有所谓的成功和失败吗 我最初的课题 比如说左下角 这个Severson and Sue et al 研究的是老鼠胡须的运动 甚至跟脑子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为我打下了必须的数理 数理分析和工程学的基础 那么在探索预期与现实的过程中 我开发的这个行为控制系统 也一直用到了后来 当时的想法直接启发了回撤序列的设计 本科生的小课题 成为了最初的转折点 那和我的领域看似不相干的理论 成为了本科题实验设计的一个核心思想 或者至少说是灵感的来源 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我没有任何一个想法 能真正的直指大脑工作原理的核心 以前是现在我也是 但没有关系 整个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像在做一个梯度下降 我们不必在乎最终的终点在哪里 只要心里有那么个远方 早晚是会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 感谢我的导师Daniel Connor 实验室的所有同伴 你们为我创造了如鱼夺水的环境 并积了我莫大的支持 因为报告篇幅有限 我略过了太多太多他们的戏份 最后再次感谢云南论脑和脑人员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这里的各种活动与动态 我的B站ID叫做某神经的 作为一个年耕UP主 感谢组织方同意我使用这个虚拟形象 并且联合投稿 让我补上了这个一直想做 却没能下决心的一期视频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